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Robin,歡迎大家回到Mixodice Music Production 這一集將會繼續講解和音的怎樣運音 分享一些我對和音的技巧和怎樣做的方法 延續上一集,都是知道現在的流行曲來說 人聲,特別是主音,都是一首歌的主角 和音往往是一個襯托著主音存在的聲音 其實和音都很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和音的時候 就會顯得主音比較單調和不會太立體的感覺 如果有和音的時候就會給了一份比較厚的感覺 讓主音令整首歌會增加了不少顏色 大家在運音的時候都要清楚知道 每一種樂器的聲音在歌中的角色在哪裏 特別是和音的時候,它的角色就是襯托著主音的存在 所以在Mixing的時候都會特別留意 不可以搶了主音的聲音 上一集已經講解了和音上面 如何處理Panning, Compressor和Decessor 另一件事可能要花多一點時間的講解就是EQ EQ 有些地方相同和主音是不同的 相同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先去找一下中低頻的frequency 是比較溫、比較鮑的 你可以切掉它 用EQ Cut來切掉這些frequency 我找到兩個frequency 或者是比較溫、有些鮑的聲音 我覺得是先切掉它 和相同的地方就是 低頻那裏可以先過濾低頻 令到它沒有那麼沉 和不會搶了Bass和Kick Drum的頻率 這些就是和主音一樣的處理方法 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高頻那裏 我們可以先看看它的主音 這個主音來說 我上次找到一個frequency 就是大概8800這個frequency 主音來說比較清 和比較靚一點的聲音 我做了3dB的boost 和音來說 因為它的角色都是來襯托著我們的主音 所以我就在同一個frequency 剪掉了大概6dB 令到它的和音和主音有少少分別 而且我在高頻那裏 加了少少的過濾過濾了 過濾了高頻的lowpass filter 令到它整段的和音 不會太光亮 太bright 在這個情況下 你就可以跟主音 可能就會磨合了好少少 現在可以先 solo 和音和主音 聽聽之前和之後 用了 EQ 的分別 你都可能聽到 如果我 bypass 了它的時候 即是沒有用 EQ 的時候 它的和音和主音 其實是一樣搶的聲音 以高頻來說 但是用了的時候 那個和音就會低了 低了一點 沉了一點 那個頻率 就沒有搶了主音 這個就是和音的 EQ 處理方法 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和音的角色 不是一個 choir 可能是一個好像對唱的形式 好像黑北融環的形式 對唱李克勤和容祖儀 你可能用 EQ 方法有一點點不同 大家留意 好 繼續下載 我之後 或者最後一個在 Insert 用的 effect 就叫做 Stereo Widening 這個 effect 名字已經告訴你了 就是把你的立體聲音更加闊 可以令到和音更加 更加左 更加右 就可以包住主音好一點點 但是可以用 可以不用 因為不是說很多的音樂製作軟件 都包括了 Stereo Widening 的 effect 所以如果你有的時候就用 如果沒有的時候不用 都可以 我用的 setting 就是在 preset 那裏 拉一個 wider 的 preset 它的 preset default setting 的 width 大概 200% 就是最近 200% 最遠 但是我聽起來就好像很奇怪 有少少 有少少不是很自然的感覺 那我拉低它做 140% 令到它自然一點點 那我現在可以Solo的和音 聽一下它有用和沒有用的分別在哪裏 在這時刻裡 我們都一樣 為著幸福而囂張 卻不去想像 讓青春藏在那回憶海岸 隨著風讓呼喚成長 你可能不是聽到很大的分別 但是用了真的好像闊了少少 那大家可以用可以不用 那如果用的時候 就可以令到你的和音 更加闊地包圍著你的主音 那好啦 最後就是在 send 那裏 我都 send 了同一條的 和音和主音都是一樣的 effect 就是 delay 和 reverb 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那個分量 我用了的分量就比主音多的 就是 reverb 和 delay 的分量 那原因就是你都想那個和音 就是更加闊 更加厚 就包圍著你的主音 那所以用的分量就比較多一點 那我可以看一下 就是 delay 和 reverb 的設定是怎樣 那首先就是看一下 delay 那 delay 都是用了一個 左右不同的方法 就是左邊的 delay time 和右邊的 delay time 就是有點不同 那就可以令到你左右耳聽那個殘音 那個時間不一樣 那就令到你好像聽那個和音 就更加闊 更加深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少少用 delay 就是和音的方法 那那個 reverb 其實一模一樣 都是用了一個 large plate 的 reverb 的 room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和主音的一模一樣 你都需要在那個 delay 和 reverb 後面 加一個 EQ 那就過濾了它的高頻和低頻 令到它的聲音不會太聞 那個低頻 那還有你的高頻不會搶了一些高頻的聲音 就是特別就是那個主音的聲音 那這個就是少少的 sense 那個內容是怎樣 那我現在這段時間可以 就是 bypass 所有我用了在 EQ 上面 用了在和音上面的所有 effect 那聽一下前後它用之前 和用之後的分別是怎樣 在這時刻裡我們都一樣 為著幸福而抽中 卻不去想像 讓青春藏在那回憶海岸 隨著風讓呼喚衝撞 讓青春藏在那回憶海岸 隨著風讓呼喚衝撞 時間一分一秒一刻在流走 人中一步一步追 我不走方向 那好啦 今天這條短片可能比較長 都簡單講解了我怎樣處理和音的 一些混音小技巧和方法 都希望幫助大家 特別有些位置我不是說 我講得太清楚太深入 例如 Delay、Reverb、Compression這些怎樣用 那因為我之前都在 講解主音的韻音上面 都有其他短片都講解了 那希望如果大家 不明白的時候 都可以回到我的短片 來看看怎樣用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 你想問我也很歡迎 在下面的留言告訴我 那我希望都可以解答到大家的問題 或者呢 有其他你在混音上面 有其他問題 或者是其他 topic 有些什麼想聽 都可以 歡迎 告訴我 email 我也可以 inboxer 也可以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都可以 那希望我翌日 都有短片 都是拍回 告訴大家 分享我對那方面的一點點心得 那另外就是 我製作了兩份的小攻略 一份EQ 一份 Compression 如果大家想對這兩樣東西 更加有一點點深入的認識 那都歡迎呢 下載我那份的ebook 就是EQ的攻略 和Compression的攻略 那都免費送給大家 下面都有連結的 那都按進去 就可以有下載的了 那今天這條短片到這裏 希望都幫助了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